出血车上街直勤 警察沿路清理被血压断的路数 10月9号开始大陆北方 从内蒙古 山西 陕西到甘肃宁夏 单日降温超过摄氏10度 晚上变得非常多 根据这个前景情况 及时的八国路修理好 现在一定开始从桌台晚上 开始透露运行 各地的热力厂 忙着启动锅炉 烧煤提供城市供暖 问题是温度上来了 但这对于已经疲于应付工业 及民生用电的煤炭供应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优先装车 优先挂运 优先卸车 五个绿色通道 保证煤炭 应装进装 快运快卸 不只要打通运输环节 根据CNN报道 大陆官方还下令各地七十座矿场 增产一亿公顿 不料最重要的产煤大省山西 又因为水患导致六十座矿场关闭 国际舆论关切 中国大陆缺煤限电 恐怕受冲击的远不只是大陆国内市场 不过大陆官方宣布紧急调度之下 现在大陆各地煤炭储备低于七天的火力电厂 已经比九月底少了百分之九十 TV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